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要拍一個自己都很期待很興奮的Vlog 看到我一身裝扮就知道我去做運動了 沒錯,我是去做瑜伽 而且是非一般的瑜伽 大家平時做瑜伽都是去studio 或者是 fitness center 我們今天就不同了 我們上遊艇做瑜伽 我找到一間是在市區的 非常方便,大家下班都可以去到 最重要是平民格、小資女都適合的遊艇瑜伽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應該我沒見過youtube有人拍過的 所以我們就出發啦 你沒看錯,不知道為什麼又有他份 想著難得又得上遊艇 他又沒去過,就讓他見識見識一下 我們要去的地方到了一半啦 不是這裡 現在我們在西灣河碼頭 但是我要去其實是去觀塘公眾碼頭 因為帶著Chopper的關係 如果我直接坐的士去觀塘,我覺得太貴了 所以我就很度縮地坐的士 我已經過了來西灣河搭船過去了 大家有沒有來過這個碼頭呢 非常之vintage的 看看上面寫著什麼 隨地套壇,黑人真 罰款五千,有可能 旁邊還有一個超有feel的遊艇 除了今天會去觀塘碼頭之外 這裡還有另一條韓線,西灣河去理園門 現在回來了 是啦 謝謝 謝謝 Sit 先休息一下 船船快到了,知不知道 我還記得第一次在這裡搭船的時候 心裡暗暗爽了一下 整件事會不會太過懷舊 大家想想 10分鐘的船程 人只需要9元 Chopper也只需要5元 總共14元 就已經可以在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很舒服 有得坐 有了海風 就可以去到觀塘了 很棒 去到觀塘公眾碼頭之後 我就跟男朋友集合 然後等接播艇帶我們去今天的目的地 小漁船 Hello Jansi Hello Jansi Hello Jansi Jansi就是小漁船的負責人 千萬不要以為這條影片是廣告 我跟她是玩水晶而認識的 當我知道她有遊艇上的瑜伽堂之後 就非常之有興趣 就問她可不可以讓我上來拍一拍片 促成了我們今天這個Vlog 很快就到了她的船 T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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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小狗非常不給面子 這裏就是小漁船 一會兒我會做瑜伽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在這裏 我和大家來一個船tour好嗎 一進門口就看到這個樓梯 落到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漂亮的地方 如果三五之幾 租了這隻船 在這裏玩幾個小時 這裏有很多不同的Blog Game 然後有些瑜伽的道具 還有麻雀桌 如果下午覺得有點累 還有一張床 可以午睡一下 上來會有一個類似客廳的地方 然後 當然 這隻小狗又睡在這裏 這裏 很冷氣 然後 先生姐姐 我們就落在這裏看看 有另一間客房 我想說沒想過船裏有浴缸 超厲害 還有這隻船是用海水化碳的系統 去做家 整件事很開心 好像在參觀這個示範單位 現在帶大家出我最最最喜歡的甲板 還有一會兒做瑜伽的地方 哇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景 一會兒就是看著這個景觀 去做瑜伽的 是不是很爽 不要以為我現在下午是很熱 我想說這裡的海風是超舒服的 一會兒就會在這個棚下面 跟老師一起做瑜伽 我問過了 這裏平常的課堂就是6個人的 是非常之划算的 我先放一個Prile list在這裏 你試想一下 有朋友問你在哪裏做瑜伽的時候 你回答他 在遊艇上 是不是整件事感覺很離地呀 還有這個環境 真的是超級輸壓忘憂 所有的忙碌煩惱 都會忘記了 一看姿勢就知道 我是瑜伽初歌 我的力量 柔軟度 和平衡力 都很差 以前有出去上課 但是十幾二十人的班 我永遠都跟不上 就放棄了 所以小班教學對我來說 都很重要 然後跟我一起做瑜伽的位 就是柴姐了 我全部的水晶擺設 都是在她買的 大家一定很想認識她 因為她的水晶和她一樣 都是又漂亮又索的 而且很划算 這套瑜伽衣出story之後 燒了很多人 她是來自Brainness Concept 我叫男朋友幫忙拍瑜伽衣 她的角度真的 怪怪的 不要理她 我覺得在船上做瑜伽 除了一直有海風吹著 很放鬆很舒服之外 還可以加強訓練我們的平衡力 這裡是避風說 不會像在海中心那樣大風大浪 但也有一點飄浮的感覺 當我們做一些專注平衡的姿勢 不會說很有難度 但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挑戰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一邊 來吧 多一點 好 多一點 放鬆 好 好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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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一點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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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另一種瑜伽課程 專門做伸展 適合我這些 從小到大 筋骨都很硬 大家會不會找到兩點 Choppa都在做伸展 這個姿勢真的要記住它 因為超級舒服 我在這裡上了一個小時的瑜伽課 看我的手很硬 後面的小狗自由自在 在遊艇上走一步 還哄到老師 很開心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因為我平時的姿勢 是有少少陀背和圍背問題 所以他們那一天 是教了我很多改善的方法 學會了很多東西 雖然第二天 全身都有點冤痛 我看到瑜伽老師他們做了一些很厲害的動作 就打算月級挑戰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 你相信我 我有一秒鐘是可以的 歡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真的很喜歡這裡的環境和老師 所以我也在收拾時間表 希望可以報到他們的普通課 百多元一堂真的很划算 好 我們的瑜伽已經做完 現在出發去吃飯 難得來到觀塘 當然是帶Chopper補一些新地標 這裡應該算是新的吧 御文坊 我知道裡面有一間餐廳是可以帶Chopper 又是打卡餐廳 誰知道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被他們的菜單吸引了 裡面的圖案超划算 他們是吃一些西餐類的食物 帶了一個炸芝士跳 它的拉絲效果真的超好玩 拉到超長都不會斷 每吃一塊我都忍不住 將它好像蜘蛛盒一樣拉出來 海膽蟹肉龍蝦湯risotto 聽我名字已經贏了 還有一個主菜就是煎比木魚 最想吃的那個不是我們 你看一隻小狗 忍不住了 真的很香 這間餐廳食物的味道不算很驚艷 性價比OK 不過可以帶Chopper的話值得加200分 今天我們真的很累 所以吃完東西之後就回家了 Vlog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這些這麼特別的體驗 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給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錄製三點和日錄到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